今年金曲奖上大陆歌手李荣浩是最大的黑马 他入围了五项而最后爆走了最佳新人奖 虽然之前一度传出专辑有两首歌曲的旋律 疑似抄袭美国的创作歌手 但最后还是凭他温暖的歌声夺下了金曲奖 而说到了李荣浩的偶像可是小天王周杰伦 温柔嗓音带着政治情感大陆歌手李荣浩 金曲奖前或许没有太多人认识他 但却是这次金曲入围的最大赢家 一共入围五个奖项最后爆走金曲最佳新人奖 但首次面对台湾媒体的大阵仗似乎有点不太习惯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聊天了 刚开始好像第二句话的感觉 第一句是你好 第二句话 跟JJ的那个什么比较 什么偶像 你一出来你就秒杀周杰伦了 史上眼睛最小的歌手出现了 和周杰伦一样有一双单到不行的咪咪眼 李荣浩说自己从小的偶像 就是台湾小天王周杰伦 对他的歌是如数家珍 之前几张的专题全部都听过 到应该都会唱的 所有的歌都很熟 我第一首听到他的歌是龙准风 是那个同学给我听的 OK 因为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感觉到就中文可以唱这种歌 真的不一样 是哦 重使在金曲奖大方一彩 但同时用吉他弹唱 也有人质疑 专辑中有两首歌的和弦 跟美国知名创作歌手 约翰·梅尔太过相似 原本以为抄袭争议可能会让他错失金曲奖 但后来不受影响 还是受到评审肯定 李荣昊也坦言下张专辑 依旧会走吉他弹唱的路线 不怕再被冠上抄袭污名 要走出自己的音乐路 UTV原事派陈建良台北报道